南投县拥有多元族群 客与人口在全县大约有七万七千人 为了发扬以及传承客家文化 南投县客家协会结合文化局 在南投世界茶叶博览会 举办客家肯定会 并由各乡镇客家庄参与活动 互相交流 增添茶博会的文化意涵与趣味 客家大古镇展现客家人 刚猛建议的个性 咸谷歌谣更是展现客家族群的 风趣乐观 在南投世界茶叶博览会中 客家文化的展现 让大家觉得相当亮眼 我们利用今年的茶博期间 来办理这次的恳亲大会 重点就是要最有友人潮 共同来推广我们客家的一些文化 一些记忆 来推广我们的客家文化 让大家在今天齐聚玉堂 为了我们的客家一些展演 大家共同来努力 办那么多借了那个茶博第一次来 然后觉得真的还蛮新鲜的 然后就看到很多文化 各种不同的文化 然后喝到很多好茶 那尤其在那边有看到一些客家文化 让我对客家文化有更深入的了解 觉得他们的表演什么的都很到位 很精准很有国际的标准 这是南投县客家协会带来的客家艺文展演 即客家恳亲活动 邀请南投县各乡镇的客家协会 齐聚表演 一起交流 一起逛茶博 喝好茶 我们今天很开心能够来参加客家艺文的展演 那我们客家的文化 我们一直是很极度想要发扬的 然后所以说我们是每一年我们都会来参与 我们而且盛况一年比一年好 我们很开心 南投县的客家协会啊 能够在这边办客家文力展 还有恳亲会啊 可以说啊 集结我们客家的文化 让相亲啊都能够相处在一起 都联系感情啊 是一个非常成功的一个恳亲会 南投县的客家恳亲会 这个算是一年一度啊 客家的盛会 那客家人啊 利用这一天 大家可以来这里 齐聚一堂 互相联络情感 而且啊 可以交换这一年来的生活经验跟心得 那我们这个茶博啊 结合多元的族群各种文化 让整个茶博的内涵跟深度啊 又更加的强化 因为我们南投啊 是族群非常丰富多元的一个兴奋 因此我们把各种不同族群的文化融进来 我相信啊 对整个茶博的效益 以及客观性啊 将会更高 南投县属于多元族群的县市 族群的融合 也为南投呈现了不同文化内涵 与观光亮点 这次南投县客家协会 结合文化局以及茶博会 让客家相亲走访茶博会喝好茶 同时也让现场的民众 欣赏到客家艺文的多元与精彩 记者张东仁南投市采访报导